欢迎收听《意识邪君》第364回 梅雪嫣微笑着点了点头 对胡略帝的声名大义啊深感欣慰 和蔼可亲的说道 嗯 说得好 没有想到你胡老九倒也有几分见识啊 哎 哪里哪里 这这不全靠老大栽培 胡略帝 还一个立正 头眼看着熊开山 胡略帝啊 咧开了大嘴 终于呢 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 乐不可知 同时呢 暗中松了一口气 哎呀 这一关总算过了 嘿 熊哥呀 对不住了 虐老熊不虐老虎 死到有不死贫道啊 幸亏老大 已经将怒火发泄得差不多了 哎 没转移到我身上来 哎呀 也就是熊老四这么开眼的自己找死 哪像我这么英明睿智 果敢神武 兄弟就是用来挡灾的嘛 胡略帝 你 你这无耻小兽 你 你等着我的 厂中呢 传来了熊开山悲愤的叫声啊 那当真是气血催肝啊 只见他用手垂着地面 用头啊 砰砰的撞击 傲丧愤怒的 无以复加 他脑袋肯定没事 因为地面呢 已经不成模样了 君墨鞋啊 煤矿狂跳啊 这天伐森林的管教方式还真是 哎呀 与众不同啊 煤血烟在收拾完两大狮王之后 有意无意地向着君墨鞋看了一眼 分明了有一种示威的意思 你若是再敢惹我 我就这样整治你这个冤奸 要是你觉得你比这两个祸扛整治 好啊 那呀 你就继续地放肆 我乐得呢 有个发泄的渠道 肯定是不会介意的 君墨鞋撇了撇嘴 毫不放在心上 你不介意 我刚不会介意 眼睛大时自意地 在煤血烟的脸上一停留 接着下滑 看着煤血烟那高耸的苏兄 黑黑一笑 然后呢 在煤血烟的翘臀上 停留了好一会儿 煤血烟那被他上下这么一看 顿时呢 觉得自己身上似乎有一双 无形的大手在来回地游走 不由地咬着嘴唇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现在差不多了吧 他们两个经过这次的提升 实力已经基本上攀升到了至尊以上的层次 已经可以稳胜 雷暴雨和不狂风了 两人联手 就算是宁无情那样的高手来上三四个 纵然打不过 也可以全身而退了 金墨鞋听完了 却摇了摇头说 哎呀 他们的实力无疑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但是 暂时还是不能上路啊 他们必须呢 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适应新的速度和功力 这骤然提升的若是立即就参加生死搏斗 那是去送死 等一切适应完毕之后 再走也不迟啊 哎 尤其是虎王啊 他的原有的实力 逊于雄王不少 又心得外来要力 一旦不能自如地掌握 极易引起不良的效果呀 梅雪嫣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 说得有理 那就再留几日吧 另外啊 我趁这段时间呢 详细地询问一下家师 看看呢 还需要什么药材 这个清单呢 让他们带回去 这一次由你下令 天南海北的药物 需要用到的 可能要多得很 现在我们有的数目呢 虽然不少 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件事情 哎 可是半点都马虎不得的 要将这件事情 当做第一等的大事来办 梅雪嫣听到这 神情沉重了起来 这药物一事嘛 不用你操心 全包在我们玄兽身上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所需要的药材呢 全部搞到 就算是天罚森林 当真没有 只要这世上存有 我便会想办法 把它弄过来 哎 倒也不用说到这么极端 我只是说呀 让你看清楚 三大圣地的真面孔 却又没有说 要把玄兽啊 彻底对立于整个人类 这一次他们回去 路上若是有劫机的话 相信啊 定然也会因为 估计不足 他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从容脱身离去 但是再来送药的时候 三大圣地 就很有可能 会摸清楚状况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 便不足事了 必须再增加 一倍的人手 哎 对了 这 贺王有翱翔之能 哎 若是由他运送药物 那才是真正的万全之策呀 君墨鞋想了想 然后附加了这一点 嗯 这一点呢 我也想到了 这次毕竟是第一次呀 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下次可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由贺三运送啊 自然是比较安全 但能运送的数量 就相对比较少了 虽然说安全没有考虑了 但往返所花的时间可久 此时呢 熊开山哼哼唧唧的 揉着屁股爬了起来 一拳一拐的走进了屋 那叫一个低眉顺眼啊 简直就是乖若羔羊啊 呃 还有这个 也是十颗 那 每人服用一颗吧 你们四个现在服下就可以 此要呢 并不需要可以的炼化的 君墨鞋手掌一翻 手心中又出现了一个小玉瓶 不需要炼化 这又是什么古怪的药物啊 梅血烟碎人眼睛 同时一亮 这个嘛 是巨元丹 君墨鞋黑黑一笑 服下之后啊 并没有增加功力的效果 也没有增加速度的能力 所以呢 就没有炼化的必要 那 那有什么用啊 狐猎帝瞪大了眼睛 很是好奇 哼 这个嘛 只有一种效果 就是聚集天地灵气 就是能够让你们 在炼功的时候 体内真元的增加的速度 提高三倍 啊 也就是说呀 服用了巨元丹之后 你们练一年的功夫呢 相当于 没有服用之前 练三年的 君墨鞋眨不眨眼睛 俏皮地笑了笑 四个人同时眼睛一直 吸了一口冷气啊 又是一种 逆天的丹药 梅血烟呢 脸上一红 轻轻地接过了药瓶 眼睛啊 向着君墨鞋一撇 低声地说 好吧 那 我就不说谢谢了 要了人家 这么贵重的东西 却不说谢谢 这是什么意思呀 嗨 咱们是一家人 客气神了 说谢谢啊 那不就外道了吗 梅血烟脸上又是一红 倒出了四颗丹药 四个人呢 赶忙扶下 胸开山 刺牙咧嘴 嘶嘶嘶地吸着冷气啊 浑身都在疼啊 一口忙不迭地 把丹药吞下肚子去 百忙之中 居然还没忘记调侃两句 那是自然的 姐姐和姐夫 本来就是那两口子 卸成卸 贵人的嘴 睡到一张床上去 搁你一个废屋去 天地求聋 恼怒的声音 立刻响起 砰 雄开山的怪叫一声 火箭一般的倒射了出去 砰的一声啊 又摔在了刚才的位置 这一次呢 却是被天地求聋困住 再被踢出去 完全呢 没有任何借力谢力的余地 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 只摔的是七魂八素 差点背过去去 门口 梅血烟啊 满脸红韵 眼中放射着恼怒的光彩啊 这家伙 这真不会说话 这什么叫做啊 睡到一张床上去 还钻进一个被窝 这不是废话吗 那大姐和姐夫 那要不是钻进同一个被窝 那才叫坏了呢 是不是 狐猎地啊 醒来乐祸地摸着胡子 凭着口中担药的芳香 自为是的大肃的拍起了马屁 摇头晃脑啊 还一脸的洋洋得意 殊不知啊 这一剑马屁 比熊开山拍片的还要多 那熊开山 顶多是拍马屁股没拍成 却拍到了马腿上 但是狐猎地 这自以为是的几句话呀 却是火上浇油 直接拍到了马蹄子上了 所以呢 他也悲剧了 谁说 虐老熊 不虐老虎的 兄弟 还是要有难同当的吧 你也滚 天地求龙 梅水烟是勃然大怒啊 砰砰 狐猎地惨叫一声 后半截 噎在了喉咙里 手舞足蹈的凌空飞出 腾云架舞一般的直挺挺的 就一头撞在了 哑香小柱的院门上 撞破了院门 继续飞射 一直呢 撞到了对面的墙上 砰的一声 又弹了回来 只觉得眼前呢 是金星乱冒 宛若漫天银河 突然就来到了面前呢 樱头转向的晃了晃头 一脑袋栽在地上 哎 居然呢 比熊开山还要惨大 梅雪烟气哼哼的 衣袖衣服回屋而去 金墨鞋摸了摸鼻子 眼见再没有便宜可战 现在可再也没有挡箭牌了 一个不好 没准又是一个天地球龙 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只好告辞了一句 身后 蛇王千寻呢 看着金墨鞋远去的背影 墓中的神色变幻 突然轻声一叹 圣经中的竟然有黯然之意啊 第二天 君家收一女的大典礼 在筹备已久之后 终于是盛大的开幕了 按说呀 这收个一女什么的 实在是不应该如此的兴师动众 尤其是还不是君战天老爷子收一女 而是君无义收一女 这样的大张旗鼓呢 就显得有些怪异了 但是 管清涵的身份实在是敏感 再加上呢 前一段时间 腐如闹事 竟然导致了这场 收一女的典礼 竟然开比啊 开国大典一般的隆重 最少天香国开国的时候 真正就没有这么多重量级别的人物到来 皇家方面 非但皇帝和皇后连妹到来 三位皇子 一位公主呢 也是亲身到场祝贺 京城各大世家家主呢 也都亲自到来 全国的各位官员 将军们到来的不计其数 然后啊 就是各大贤妻世家 纷纷登场 司徒世家 司空世家 百里世家 端木世家 一个个显赫的名字 逐渐的从司仪的口中爆了出来 大厅中的众人啊 纷纷的发出了惊呼之声 这些人虽然都不是什么世俗光幻 但是 却都是文明已久的 传说级别的人物啊 今日为了军家 金无义 收一女 这样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竟然呢 天南海北的都赶了过来 这代表了什么 又意味着什么呢 突然呢 人群中一阵骚动 恭贺 千三将军 受管小姐为一女 黄风剑神 风剑云道贺 负责思宜的天弦高手宋商 自来平和的声音呢 竟然有些颤抖了 黄风剑神 风剑云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大人物啊 新晋的八大至尊之一 居然呢 也来到了这里 大厅中顿时啊 是鸦雀无声 忠目所及 一个轻疑人呢 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 直挺挺的走了进来 脸上的神情冷漠 线条呢 流畅而刚毅 目光如刀 看到哪里哪里的人呢 就感到一阵似乎被利剑刺中了的感觉呀 风卷云 君无义 大致惊喜的 迎了出来 当日自知陷入绝境 风卷云的话 留在耳边 君无义 若你今日不死 我风卷云 必要与你把酒畅谈 我风卷云 今日见你为难 无能为力 对你不起 来日 定对金家后报 告辞 这是君无义在那场战斗之前 所听到的呀 最感动的一句话 君三将军 风卷云 冒昧来访 讨一杯酒喝 三将军 不会介意吧 见到了君无义 风卷云的脸上少见的 露出了一丝温暖的笑容 哎呀 哪里哪里 无义唯有感激不已 来 请听请 叫什么三将军不三将军的 若不嫌弃 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君无义热情的说道 然后挽着风卷云的手 走进了大厅 各大世家呢 纷纷上前续话 光风剑神风卷云的名头 在八大至尊里边 虽然说排名最末 其实除了冷血至尊 泪无碑之外呀 最惹不起的一个 八件击伤人 饥饿如仇 除恶物尽 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风卷云淡淡的 对他们点了点头 就这么走了过去 对这些世家的家主们 竟然丝毫不假以辞色 众人相对苦笑 不过呀 大家都知道 这风卷云的脾气 他嘛 就是这么冷傲的一个人 当初呢 在天华森林 面对他根本没有办法匹敌的 绝天至尊 丽绝天是照样赶亮剑 甚至于呢 还差点杀了丽绝天的儿子 人家 那是实打实的 至尊级别的强者呀 天下八大至尊之一 自比这些人在他的眼中 当真的 也算不得什么 何况这一次到军家 所有的人呢 都是大吃一惊啊 军家的实力 虽然也不算怎样强大 但由草原英神英伯空坐镇 已经不可小瞧了 更何况呢 君战天和君无义父子啊 不显山不落水的 竟然全上升到了神弦的层次 这个消息 足以让他们精震莫名的 天乡帝国 却是一个连神弦强者 也不在朝堂的 眼下竟突然的冒出了 两大神弦强者 而且呢 还在同一个家族 更重要的是啊 是君神家族 要知道 君家这样的家族 虽然说尚不足以得到重视 但资料呢 却收集的很详细的 毕竟一国之中 第一军是家族 资料中 君战天明明只有天弦层次 那么为何就成了神弦了呢 君无义啊 之前虽然意外的提升 这也只是个天弦初阶的残疾 为什么 也突然成了神弦的高手 而且是健康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样的突然 那样的神秘 那么都不可思议 封建宇 你这老小子总算是来了 老子可是盼望你很久了 你总算来了呀 哎 我们去后院打一场再说 说不定啊 还有好处给你呢 随着一阵大笑 英国公志都一满的走了出来 一身的战役啊 前几天呢 君无义先是吃了天元丹 成功的呢 将自身的功力提升到了神弦层次 然后三人同时服用了巨元丹 君无义更多服了一颗通元丹 三个人聚都因此啊 实力大尽 这其实是废话 这样 若他们还不实力大尽 那就他们太不像话了 英国公将来很开心 英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因为一个赌约把自己拴在了这里 竟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的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了这么多 不仅是自身招法功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啊 连功力速度竟然也得到了这样不可置信的恐怖的提升 坐地的实力较出从前至少提升了两个以上的档次 从前遥不可及的至尊以上的境界似乎呢 也已经是触手可及 这段时间里边 英国公自觉简直啊 如同做梦一般 富贵不还乡 犹如衣锦夜行 眼下实力大尽之后 若是不找以前那些旗鼓相当的对手来虐一虐 嘿 那也就如同富贵不还乡一般 实在是少了几分快感啊 如今平身的大对头风卷云突然来到了 对于英国公来说呢 这件事情就如同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义士邪经》第365回